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本身就在驿站那边住了三天 三天这么每天都有在核酸 疫情这期间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回去一定要对家人注意一下 大家非常有序地来到了港口 然后又做了两次核酸 然后大家才平跳进了港口 终于可以回家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